说我近日在南京的一所高校里 老师竟在操场上摆起了摊 为学生进行免费的恋爱咨询 据傅老师介绍 同学们无法出校压力很大 于是自己想出这招和大家聊天 话题从恋爱到梦想室友 关系不限 摆摊持续了两个小时 最后有同学问傅老师是不是单身 于是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散去了 你还别说 这位同学的问题还真问到了点子上了 如果是 你说那该多尴尬呀 说八十年前化妆品长啥样 近日上海的一对妇女在整理东西时 意外发现奶奶八十年前的化妆品 这些化妆品都是奶奶结婚前用的 有粉饼腌制和散粉 不仅保存的十分完好 连外壳上的字都非常清晰 介绍完古董化妆品后 女子直接用腌制当腮红补妆 抹了腌制的女子更显温柔 好的时尚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说近日在山东济南上演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女子报警称家里有大蛇 消防赶到之后 女子还在不断地强调 她太大了 吓得自己受不了了 消防员时刻保持警惕 拎出了一个大麻袋来小心翼翼地将蛇从倒扣的盆里抓出来 不过抓出来的瞬间却笑喷了 蛇确实挺大 也就一根手指长吧 感觉消防员在往麻袋里边扔的时候 这情绪很是复杂 编织袋此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说近日在浙江金华的巴达路路口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男子从机动车道上横穿马路 进入停着等红灯的大火车的盲区 这时大火车启动 将男子推行了五六秒钟 男子最终被卷入车底 拖行了数百米之后被甩出 所幸男子只是多处擦伤并无生命危险 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真是冒死闯红灯 自己的生命自己不珍惜 还得别人替你珍惜 说近日河南三门侠的一所高校里 有一位张同学在寝室里 上演了用床梁绑头发学习的一幕 张同学称 因为作业比较多又要敢论文 自己呢又爱打瞌睡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这真是完美演绎了现代版的玄梁刺骨 不过小编对这种做法有点担心 咱们作业没写好 最后还把绣发给整秃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